嘿,开始 开始了吗? 有看到吗? 有了 看到吗? 嗨,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ice 下午的时候刚才本来要做的Live 因为这个网线的问题 做到一半它就卡住了 所以现在我又再来做一次这个访问 这个访问是一定一定要做的 因为它那个见证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就先请我们的Shamine 来跟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Shamine 我目前定居在麻婆 然后过后我是经营这个 补习中心跟幼儿园的 所以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听说Shamine的这个加工 有很好的这个见证 我想先了解一下它是什么状况 它的状况其实是这样的 它是2019年9月的时候 它就有去做这个厌血报告 然后过后就发现到 肝的那个指数那边有点偏高 所以那时候医生就怀疑可能是肝癌 然后过后他们就有再去做一些 再去询问一些医生 然后过后都是证实了 是肝的癌来的 因为其实肝的癌还是不会痛的嘛 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是蛮严重了的 然后刚好是加工是比较 因为他有每一年都去厌血嘛 然后过后发现的时候 那时候是第三期了 哇 那种厌血厌出来的 还已经是第三期了 就是那种自己发现的 应该通常都是第四期的 因为肝那边都没有神经线 对 所以呢 就是照顾好身体 跟这个每一年都要做身体检查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在他发现了这个肝癌过后 有做了什么治疗吗 他发现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有啦 有询问了一些医生 然后过后 其实医生给的那个 其实医生给的那个 认识其实大致上都是一样的 然后过后他就有朋友介绍是说 新加坡的那个中流科的 那个专科那个医生很好 所以他们就去了这个新加坡 去询问这个医生 然后那时候医生也是说 也是给回同样的那个认识 因为通常就是说 割除是最好的方法啦 然后过后就有心理准备说 就是去进行这个手术 因为这个手术其实也算是一个大型的手术嘛 so before进行之前 他们又在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 一系列的检查这样子 然后就有讲到说 加工是不适合做这个手术的 因为第一呢 就是因为 他之前他的心脏是有做过手术啦 受风险是很高 然后第二呢 就是因为那个肝 他那个cancer是在中间 所以在中间 就很难切除 如果是在旁边切出来一小块 可能过后你 风回去的时候 可能他还比较可以function到 因为你在中间就要切蛮大块 就怕等一下是说 你做好了手术过后 然后那个肝 它是不能自行的function这样子 所以就是 医生说风险太高了 他也不会去做这个手术 所以这个切除的手术 是已经是 fuel了咯 就不能做了咯 然后过后还有第二个手术呢 就是打药进去的 可是打药进去 医生是说是帮忙控制啦 就是 帮忙控制 然后 就是给他不会恶化而已咯 只是给他不会恶化咯 所以就觉得其实 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啦 就好像在拖延这样子的感觉啦 然后第三个手术就是做化疗 然后做化疗就是怕很多副作用啊 然后又怕 又听别人讲啊 不要做化疗啊之类的 所以当时候就 没有考虑这个化疗先咯 然后他们就去寻找一些比较 看中医先那时候是 有中医咯 用中医的方法 然后有吃那个建筑招啊 然后过后又有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是说 去泰国做那个排毒的那个 因为就看到有很多那种癌症的人 都是有去做这个排毒的治疗 所以过后也是有去咯 像你他try了这么多的这个治疗方法过后 你有看到什么效果吗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他去验血报告的时候 9月的时候那个指数是300 300如果他去做这个排毒的之前呢 其实是去到600了的 然后过做他去了三次这样子 然后在做第二次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指数有在稍微跌一点点 可是不是说很多啦 就跌了一个接近100的指数这样子啦 然后过后 做第三次的时候 有做了回来 然后就刚巧遇到MCO了 然后原本是说MCO的那个 就是个几天会再飞的 可是刚好就MCO啊 完全是去不了泰国咯 然后去不了泰国 变成这个治疗就暂停了一点的时间啦 然后过后有再去验血的时候呢 就从600又再飙回去到一个900 哇 过后 然后过后就没有办法了咯 就要去 最后的办法就是 只是剩下做肌膜咯 然后就去做肌膜 做肌膜的时候应该是MCO三月嘛 大概是一个五月这样子 然后医生是说先做三次 先做三次 大概应该是四月多做 我也不是很记得啦 然后做三次 然后就做了第一次肌膜 做了第一次肌膜 回来的时候啦 是有点副作用大啦 就是 他很冷咯 我看到他一直在发冷咯 然后过后好像会头痛啊 然后他一直穿着jacket嘛 然后全身没有力咯 然后走路就好像 走出来吃饭都已经是好像 看到整个人是很虚弱的那种感觉啦 然后做了一次 然后就做第二次 然后做第三次的时候 刚好 接近第三次是接近六月的时候 然后过我就想到 哎 虚弱多 然后我就 我就讲了 就 我就拿出那个虚弱多 就跟他们去讲解这个虚弱多 然后就希望是说 看到那个前两次的那个副作用 都是蛮好像整个人很弱啊 然后又没有胃口吃 然后又突然间好像有点瘦掉去 然后我就讲 why not吃这个虚弱多咯 所以就跟他们讲一下 然后就过后就有每天吃咯 每一天有吃到去两包三包这样子 然后做了第三次的 因为一开始嘛 一开始他们没有很相信 他们没有很相信 他们又怕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吃很多的药 所以他不敢去吃太多东西 然后就只是吃两包 有时候就吃到三包这样子 然后过后 然后吃了过第三次回来的那个副作用 哎 有比较好一点咯 然后还很精神咯 那还可以去找朋友啊那一天 然后 然后过后可是做了第三次的chemo 他们有医生有再去看一看嘛 看看那个效果可不可以 可是做了第三次的时候呢 有再回去验的时候 医生就说 这个chemo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 因为那个指数哦 一飙飙到去1790 哇 从900过飙到1700 1800这样耶 哦 好高哦 对咯 所以医生就讲 chemo是不适合咯 因为做了根本是起不了反应嘛 所以就暂停咯 更加严重 更加严重 然后过后 就没有办法咯 chemo就想到 哎呀 chemo也不能做 然后真的是剩下最后一个就是吃药 吃那个 那个抗癌的药 抗癌的药呢 副作用也是有大的 因为它飙到去1790的时候哦 其实那个癌哦 它已经有点扩散了 进到那个脊椎骨 因为它脊椎骨开始有点痛了 然后每一天晚上都睡不好 就变成医生讲 吃抗癌药 然后做电疗 哇 好严重 然后那个时候就 没有办法听医生讲的咯 就是呃 电疗 然后过后吃抗癌咯 然后抗癌是呃 每个月 就是一个月一个月吃啦 然后那个钱也是一个月一个月算的 然后 不便宜是吗 不便宜啊 真的是不便宜 那个药 我听到也是有点吓到 然后过后呃 然后许罗多就照吃咯 然后过后就有跟他讲 吃多一点咯 吃到去四包到六包咯 所以他也没有讲每一天吃六包啦 他就看他自己啦 有时他还是有吃 呃 至少有三包四包这样子 这样子吃啦 然后过后就连续 吃三个月 因为那个疗程也要三个月嘛 从六月开始做这个 做这个呃 电疗跟吃这个药 然后一直到九月 才可以拿到最新的报告 嗯 然后过后 做的期间呢 是看到这一次 有比上次真是好很多 因为他回到来 还是可以呃 正常的去 因为他每天早上去电疗的嘛 然后回到来是下午的时间嘛 都是吃午餐嘛 所以吃午餐 他都是可以坐着 好好的吃完一餐 然后谈夏天 才跑去休息一下 然后有时候偶尔还会跑出去 跟朋友 去去找朋友这样子 哇 不然电疗其实也是很辛苦一下的 天了我就不懂辛苦辛苦啦 可是那个吃那个药的副作用 就是蛮有副作用的 因为我身边也是有人在吃这个药之前 然后都是呃 会 头晕啦 然后整个人会要一直要呕的那种感觉啦 对对对 很反胃的 嗯 然后过后就一直到 吃了三个月过后就 去拿报告咯 去拿报告之前 我还跟我老公讲 我讲 糟糕咯 我讲 因为 就感觉哦 这个也是最后的一个choice啊 就是吃这个化疗的药也是最后的一个choice啊 我就讲 真的是很希望这个雪罗多 不懂对他的身体会不会帮助到他 因为其实我 before我给他吃咧 我去找了很多资料 然后过后我也有看到一个live 是讲那个雪罗多帮助那个肝癌的那个live的 嗯 然后我才对这个雪罗多会更加的 比较有一点信心啦 然后我就讲 不懂雪罗多会不会帮到他 因为看到别人那个肝癌的那个live哦 就 也是很替别人开心的那种 然后过后 当天他们去了医院拿报告的时候啦 然后他们还没有回来 然后我老婆就打电话回来 他就跟我讲 你知道吗 那个指数哦 跌到去50多啊 哇 然后我整个人哦 在那边骑那个鸡皮疙瘩 你知道吗 现在也是骑鸡皮疙瘩耶 从1900 1900 1990 1990掉到57 真的很夸张耶 因为你真是没有想象到 你心想只是可以掉一点一点 慢慢掉都已经是真是太好了 嗯 真的 然后他还去 因为他已经是开始旷散到去他的那个腰 就是那个脊椎骨 因为你进了骨你也是很担心嘛 然后他又会开始骨痛 因为其实之前肝癌是不大会痛 然后进了去骨就开始 好像有点不舒服 很不舒服 每天晚上睡不好的那种 然后他现在睡到好吗 现在OK了吗 睡觉 现在啊 现在有好一点啊 会比较好了 可是还是会有 会有 keep着去看医生的 对 医生还是一定要看的 嗯 他下一个报告是几时呢 他下一个报告啊 下一个报告医生没有收我 但是现在他的状况其实 他本个人的精神 应该会比较久一点 精神状态 他现在的人状态还OK 可是那个腰还是有 keep着吃 还是要 keep着吃一段日子前 是 肯定要肯定要 因为你一定要 mention那个 癌细胞是已经没有了 才可以stop的 都是需要monitor一段时间的咯 对了 现在还是很难说 只是说真的是没有想到的那个 那个 真的很好咧 可以帮助到他的那个指数 我在三个月里面 就可以从1790掉到57而已 57 这个效果真是 还限一点点 哈哈哈哈 还有一点点 不要紧 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希望 因为真的是有帮助到就是说 人没有这样辛苦 这个是真的 然后第二那个指数咧 其实我们这是没有 expect到的一个 一个结果来的 嗯 对 那个指数真的是很夸张 哈哈哈哈 至少他在做的那个期间啊 因为 呃 通常他们都会真的是没有胃口吃东西 然后吃什么进去都是没有味道了 对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慢慢的瘦下去 对 起码现在他吃东西哦 是有感觉到味道的 嗯 嗯 大家好 真的是 幸好 哈哈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哦 Founder可以带进来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身边的有这么多人可以受惠 所以真的是谢谢 然后也谢谢Shamin给我接受我的访问 给这么好的一个见证给大家知道 而且他其实他家里哦 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的 我今天只是挑一个出来访问而已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再期待哦 我还会再跟他继续的再去问他的其他的见证 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分享 哦 在我在结束之前呢 我要想问Shamin啊 你有什么话也想要对那些 在一直在观望这个产品呢 然后一直想着要不要try 要不要try 哎 到底Shiroto有没有这样好啊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呃 我是觉得真的是值得一试拉这个Shiroto 因为我本身为什么我会试他呢 其实是因为我孩子的 我孩子我还接触到Shiroto的 然后我孩子哦 其实基本上有对他好的东西哦 我都会给他try的 但是try之前呢 我一定是去去查一些资料 我一定会去看 因为很怕就是给孩子服用的东西啊 会对他有任何的副作用啊 还是有类固存之类的东西啊 都是蛮怕的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Shiroto 我去了解过后呢 然后呃他的种种的 everything的东西啦 我自己了解啦 我是觉得哎 真的是很不错 可以放心使用 因为他是一个小孩跟孕妇都可以服用的一个产品 然后各位有听到是说这个Shiroto 小小的故事是说 Falter怎么万兴去很辛苦的得来的一个很好的产品啦 所以我觉得呃大家只是可以不放一试这个Shiroto 嗯 因为Shiroto它其实是functional phone 就是食品来的 所以呢 基本上你就算吃多也没有关系 这真的是可以放心的一个很放心的一个产品来的 所以谢谢Chamin接受我的访问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我是Janice 谢谢Janice 拜拜